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根本不去考虑这个视频是否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恶劣的影响 但在这些光鲜美丽的美女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来自于资本家深深的阴谋 本部影片就带大家一起看看 藏在网络民怨背后所不为人知的黑暗 最近在中国媒体中幼儿园这一词彻底的火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中 在一家幼儿园前一名女子穿着暴露 拿着雨伞做出要接孩子的姿态 高跟黑丝旗袍这样的服装搭配 或许在其他场合中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性感迷人 但在幼儿园门口总显得有些突兀 与周围人群更是格格不入 在一旁更是有四五个摄影师寻找着不同的角度去将这一幕拍下 然后该女子也配合的假装不经意间 将自己曼妙搅好的身材展现在镜头前 就是这样的一组照片已经发布在网络上 立马就引起了轰动 网友们纷纷战成两对 对于这件事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认为 此类事情完全就是伤风败俗 应该迅速地将其封杀 但也有网友认为 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 打扮成最美丽的样子并没有错 不过绝大多数的网友都认为 就是论事 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并没有问题 但凡事都应该注意影响 如果这样的穿着出现在一些派对或者娱乐场所 想必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欢呼 但像幼儿园这样的公众场所 穿着如此暴露的服装 还带着摄影师 这不明摆着就是想要制造话题吸引眼球吗 而且他更是没有考虑到自己这样的服装 对于那些心智还不成熟的小孩来说 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可代表日常也见过不少家长送孩子 但都穿着很正常 起码得体 而那些孩子年纪很小 哪怕是教师日常的行为 也会让学生刻意或者无意的模仿 如果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更加容易让人记起 如此暴露加上引诱性的服装 很容易让小朋友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 所以这样的行为并不值得提倡 但也并非说女性就不能穿着美丽的进行拍照 女性画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漂亮的衣服 然后想要拍照记录一下这点无可厚非 这是每一个人都会产生的正常想法 而且美女加上一些特殊的元素 总是能够让很多人感到兴奋和好奇 正如网络上的一句话 美貌加上任何一张牌都会成为绝杀 但是也真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 借由这句话来进行炒作和制造噱头 吸引话题 从而吸引流量来进行带货 在中国前段时间爆火的佛院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中国的各大社交媒体上 悄然出现了一批穿着性感 一身黑丝吊带小短裙 露出两条大长腿的网络名院们 他们穿着暴露的服装 在各大寺庙中拍照 然后将其发布在网络上 配上一些可能他们连出处都不知道的名言警句 然后似乎自己就成了日常烧香拜佛 修身养性的文静女性 但只要有一些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 在寺庙中 四处都会挂上入寺的基本要求 首先是不能大声喧哗 然后男性不能穿着邋遢 露露上身 女性不能穿着暴露 身穿膝盖以上的短裙 但是这些所谓的网络名院 却对于这些告示牌使而不见 反而乔装打扮 身穿曲线毕露的衣服 或者开刹极高的旗袍 在寺庙的各个地点都留下照片 而其姿势也必须是要挺胸翘臀 然后通过各种角度去展现自己的事业线 先不说这样的拍照姿势正不正确 其地点选则在寺庙本身 就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 中国各大寺庙对于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 更有寺庙为了清静而避免成为网红景点 直接禁止进行游客拍照 而这些网络名院则为了一个噱头 就违反规定擅自穿着暴露进入寺庙 然后还恬不知耻地 做出各种或妖艳或妩媚的姿势来拍照 以此发布在网络上 希望能够吸引流量 在董云上 曾经就有一个主页中挂着吸引佛修身 白天极力宣传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中人 晚上却开直播进行带货 带货商品则是不知道 从哪个小商品市场带出来的所谓开光佛器 但是真当问及 这些雾器使用哪位大师开光 却又唯唯诺诺说不出个所以然 当然也有大部分人不是为了直播带货 而去吸引流量 而是为了打造自己的虚假人设 然后试图通过这样虚假的自己 去攀上更加优质的圈子 其实每个人想要往上爬升 都是正常想法 但是如果不是通过提升自己去晋升圈层 那最后肯定会被戳穿 然后掉落回起点 但为什么这些所谓佛院 会如同雨后春髓一般层出不穷呢 其实是因为他们经过大量的分析后 发现了流量密码 是想你去八五七 佛院在超经 你爱慢慢买 佛院爱寺庙 你去平丹下午茶 佛院正研究佛法 优雅知性温婉可人的佛院风 宛如一股清泉 吹进了男性们的心里 热爱佛字的少女们仿佛自带一阵禅意 在浮躁物质的社会中 让人立刻静下心来 这样一个温柔甜静的形象 又如何能够不吸引大众喜欢呢 但是在这些佛院大量冒出以后 网友们也察觉到其中的猫腻 目前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 搜索佛院儿子 不仅找不到相关视频 更是出现了一句警惕性的忠告 做真实的自己 才会被人长久喜爱 请对虚假人设 解禁营销行为说不 对于这番操作 网友纷纷点赞 有人说在佛族面前 秀大腿就是对佛的大不敬 这种人早就应该被封杀 而在经历佛院事件时候 很多的人对于此类打扮精致 出现在特殊场景的人 有了警惕 但其实也并非所有的人 都是如上述那些佛院一般 喜欢卖弄风骚来吸引流量 但是对于一些无良媒体 只为了有噱头去吸引流量的他们来说 不管真实与否 他们遇到热点都会上去大批特批 而这却也就导致了一部分 知识天生爱美 本性纯良的人受得了伤害 而同样是前段时间爆火的病院事件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事件的开始 是在某社交平台上 一名博主称自己做了甲状腺手术 切除了脖子上的肿块 刘友明显伤疤 之后分享了自己的去疤经验 并推荐某品牌的疤痕贴 手术贴和疤痕凝胶 还称坚持使用后可像他一样 使疤痕消失 点开该博主的主页发现 此前他还分享过自己抛妇产 去除疤痕的经验 介绍的也是上述品牌的产品 早已经吃过亏的网友们 又怎么会再次上当 纷纷对于这些新出现的病院进行抵制 却没想到被抵制的一众人中 却有一个名叫张吉京 Kat的博主 是真的生病了 他发文称自己是真病了 收拾后没有化妆 也没有带货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张吉京是被冤枉的 为他鸣不平 而媒体所质疑的所谓带货 只是网友询问后的真诚分享 该产品也是自己一直在使用的 最后还附上了手术记录 以证明真实性 该照片当事人张吉京的微博内容 我要澄清一下 首先照片是我手术当天 我老公给我拍的 本意是告诉亲朋好友们 手术很顺利不用担心 并且没有化妆 除此以外 也有其他照片当事人发文辟谣 表示突如其来的背上热搜 让大家心理压力都很大 而该博主目前已经更新了最新情况 并带上了话题 我不是病院 称自己收到很多爱心人士的私信鼓励 目前正在和律师沟通 争取近期就能发出律师函 针对当事人的发声 很多的网友都表示 如果的确身患疾病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真实的治疗和康复心得 自然无可厚非 但是有些人假借患病之名 不关注 引流涨粉带货 在医院化妆拍拍 这既是对医学 医院的亵渎 也是对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的不尊重 此外 向消费者和病友们 推荐未经权威机构认证过的商品 也涉嫌虚假宣传 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目前数个民怨账号也被永久封禁 百经 神仇 炒作 低俗等各类不良内容被诊断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无论是谁 都应该遵守法律 尊重公序良俗 都应该保有基本的是非底线 如果为了在平台上走红而见走偏锋 这样的流量是毒流量 这样的人越红就越有危害 同时 广大网友也不应被他们营造出的意境所迷惑 我眼球 骗流量的背后都是生意 他们盯的是你的钱包 如此闹剧 必须休矣 还网络一个清静 更别再落大众的眼睛了 但是在发起抵制的同时 也必须注意 网络世界中 并非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居心不良 万万不能单凭一点点信息 就对他人妄下定义 使得命运事情再次发生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同学们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